欢迎收看僵尸末日生存指南 我们的小家呢已经修建完毕 现在呢是时候探索一下家附近的区域了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一个超级大的农贸市场 市场上的这些超级货柜呢 摆满了很多的保质期时间非常长的食品 咱们呢可以全部都搬回家里去 货柜呢我们也把它搬走 也都搬到我们家里去 这样呢我们能吃的食物呀就更多了 最少半年之内不需要被吃的发愁了 接下来要去的呢是我们之前几期视频里面 提到过一个小型医院 医院的物资呢相对来说比较要难拿一点 医院的资源呢基本上都集中在病房 病房呢相对来说僵尸是最多的地方 咱们这边呢稳扎稳打 逐步消灭丧尸 一点点呢准备去医院的病房看一看 病房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资源 但是在这家小医院的后门可就不得了了 满满的六个货架的医疗物资 咱们现在可以说是人强马壮 终于呢可以往僵尸最多的下半部分去探索一下了 来到了城中心呢可以看到啊路况呢非常拥堵 我们再次来到了那个最肥丧尸也是最多 让我们2080显卡超级无比卡顿的大酒店附近 那么整个城区的下半部分呢 都是围绕着这个大酒店所修建的 这边呢我们来到这个公园里 大家可以通过小地图看到附近的丧尸呢是不是很多 那么相对于大酒店的丧尸呢这些呢只是九牛一宝 保守姑娘呢里面的丧尸啊在一万以上 这里呢也是我们必须清理的地方 只要清理的话呢近战武器是肯定行不通的 我们只能选择枪械 之前呢可是跟大家说过 我们家旁边呢是有一个武装基地的 这边呢咱们直接来到这里看一下 底下呢应该是一个训练场 这里面呢非常的大 而且呢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弹药 咱们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把周边的枪势清光 用枪用刀都不行 选择火攻 这一招呢将会非常的好用 预计呢可以清除我们家这片城区的全部丧尸 当然了这呢只是一个开始 下集呢才是真正的大场面 好了我是鱼哥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集再见